又一部新的TVB港剧下播,大量剧照,精彩剧情超前曝光。 新的TVB港剧,《翻身武林》。开播时间,2018年至3月至5日,就是下周一。 内容简介,一部关于武林的搞笑古装喜剧,游几率比一人肖正男、黄志贤、陈凯林、江大卫、康洛文、简木华、泰晨、杨诗敏出演,集数共20集。 聪明伶俐,潇洒帅气,有武侠中人的意己。 和第一女主角陈凯林有多场交集的戏份,两人擦出了不少火花。 陈凯林,在剧中饰演愁在心,是一个冷若冰霜,心狠手辣的锦衣卫千户,造型不错啊。陈凯林是越来越漂亮了。 在剧中和黄志贤如妇女般亲密,黄志贤作为进一位的头头,一直都很照顾这个收养来的孤女。 黄志贤,在剧中饰演绸部群,一个正义凛然的东场头头。 原本很有希望成为武林盟主的接班人,后来却意外成为东场中人,还是天下武功最强的王者。 与简木华饰演的焦凤有一段感情,对她一直都很疼惜。 简木华,在剧中饰演郁娇凤,是肖正男的姐姐,对她一直都很照顾,经营住一家客栈,对黄志贤都有感情。 一代TBB男神江大卫,在剧中饰演任莫菲,饮世大侠来的,是二十年前的武林盟主。 后来收了肖正男为徒弟,将在昔日的江湖规矩和武林绝学都交给她。 翻身武林有一个美丽的豆腐西施爱冰冰,由GBB美女花旦,汤洛文饰演,一个喜欢抛媚眼,撒娇,半天真的女孩。 和肖正男曾有一段情,后来离开了她。 泰晨,饰演剧中的武林人士,结果,这名字,也太骚气了。 和杨施敏饰演的小龙姑是一对搞笑CP,这两人绝对是翻身武林这部新TVB港剧的搞笑担当了。 TVB运用尖角郑子诚,在剧中则是饰演了一个隐世大侠,好像是一个好人的角色哦。 最后一波翻身武林剧照,请欣赏。 感兴趣的,敬请期待下周一即将播出的TVB港剧。 翻身武林。